过去从我爆料朋友们到今天 我最希望的就是要查封共产党 这帮老杂毛他们家人的钱 他们的钱不查封 灭共难啊 灭共本来比登天都难 只要他们有钱 那比登天上宇宙上太阳都难 因为共产党的蓝金黄天下第一 今天我们看到了西方美国的主流媒体 包括美国这些政府对我们的陷害打压 无处不在的都是共产党的 因钱收买的走狗们 忘记了神的存在 失去了对神的依靠和信仰 也就是因为他们过去信神 依靠神 他们才有今天 他们忘了 现在他们依靠共产党 相信共产党 所以疫苗死亡 无处不在 这个查封共产党的钱 从我开始想到我开始说 无人不孝我 我是天下最疯最颠最愚蠢这么一个人 因此所有人都 多少所谓的高人说我是骗子 说你相信郭文贵说的 共产党的海外资产能查封 就这一句话 他就是骗子 现在共产党他放了病毒 美国死了百万人 全世界死了几千万人 事实上比这还要多 接下来的疫苗灾难还会更多 昨天大家看到一个美国的教授 说美国最起码要死掉五千万人以上最低 而且说会像苍蝇一样的死去 而且说现在每个人听到他直播的人都会 家人你会听到朋友中几个人三到八个人死去 是的 世界只有我们第一个说的 现在美国国会山终于正式的启动 对共产党在美国所有的资产进行查封和索赔 第一个4.9万亿 美国过去三年因疫苗病毒播出的紧急救济款 共产党赔 再加上所有的经济损失15万亿 也就是20万亿 这只是开始 我说过共产党因为病毒会把中国人的钱赔得连底库都没有 而且是千秋万代 只要共产党在 你就是千秋万代 何以不相信 再继续看 我没指望任何人相信 我只想让他行动 我只想让他行动